跟雨林來到我們現場 那來到我們Mason居家的現場 那等一下映竹跟雨林的話 會為我們帶來就是他們 探索所謂我們中國的 就是一條古道 就是所謂的絲綢之路 那這個絲綢的部分是在我們以前 在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經商必經之路的一個絲綢之路 那是通往歐洲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道路這樣 那我把就是麥克風交給我們映竹 我那一次是從蘭州開始蘭州蘭州蘭州 然後然後沿路就打火車經過五威 到到哪裡 五威是哪裡 五威是絲綢之路上一個地址 OK 其中一個地然後到藏領 是 然後藏領到路 然後到上面走 我從就是到東華然後哈密 然後進行加密到拉石 然後到他生活改 是 然後一直到那個邊境 是 就是中國的 中國街其他國道的邊境 就是其他國道的邊境 是 然後 好 印竹我等我一下 幫我把麥克風那個轉大聲一點 對 就是這兩 這兩線 這個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要 OK 好 來繼續 好 好 就是 就是 喀什 比較特服 比較特服的地方 就是 一到那裡就不太像中國其他城市 在到哪裡的時候 喀什 是新疆 像南疆的一個部分 它有地圖嗎 就是 對 比如說 像新疆如果在這一塊的話 新疆是屬於這一塊 那 喀什的話是在這個點 這個點上 然後 基本上我們知道的地方 像 比較有名的 烏魯木齊啊 或者是什麼 都是在這邊 阿里克什麼都在這邊 然後 這邊就屬於南疆的一個點 然後 這個點是對它來講 印象比較深刻 OK 喀什 OK 好 然後 那邊就是 不太像 就是 就所有那種 可能是因為 一台花還是什麼時候 大家很喜歡 就生一個小孩 那邊好像生了很多小孩 就是他們的少數女孩 好像沒有追逐 所以它就是滿足的很小孩 然後 就是那種氣氛 然後 走在路上 他們都會跟你打招呼 就是跟 整個 對 我認為中國的汽車是完全不一樣 像到了另外一個地址 然後 另外一個別家 就是中東的 這樣 然後 狂東 那一個 然後 與中文也不太靠 就是進去餐廳點餐的話 他會給你一張 威樂文的 菜單 基本上就是靠手衣 對 就是靠手衣在 眼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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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 我進了一個餐廳 所以我看餐廳 叫 給我一張那個 菜單 之後我完全看不懂 然後 沒有 旁邊都不知道 就是 怎麼點 然後 之後就有一個會講 中文的人的 換句 就是說 最下面那個是 油肉的包子 最上面是 美肉的包子 然後就變成 只能吃一個油肉包子 跟一個油肉包子 OK 然後 目前的肉也是 然後再講錯 然後 就是連找錯錢 都沒有辦法講 就是 這個 然後 然後 就是 他可以去 他可以從 卡什 再到另外一個線 叫 塔神庫爾 地圖上的話 它是 呃 這一塊 再過去的 塔神庫爾 就是在 卡什的 左邊 對對對 左邊 就你打開地圖 往左邊看 可以直接看到 就直接標示那個地名 OK 好 然後 那裡就是 帕米爾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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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那裡比較特別就是 很多那種山脈 黑皮 那種 登山者的 對 就是很多的 高峰 都在那裡 OK 所以是跨過那個 帕米爾高原 沒有 它在帕米爾高原的上面 哦 在帕米爾高原的上面 然後 這排 都 三 四 這樣 所以 喜馬拉雅山是 跟它連接在一起 算 喜馬拉雅山 那裡 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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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喜馬拉雅的下面 它是上面 那個天山那邊 OK 然後 然後 就是 然後 那邊 有個國門 就是 大陸 然後那邊 大陸 就是 跟接另外國進的那個國門 那邊好像海拔繞不去 可是那邊台灣人也不進去 然後 就是要申請什麼 邊境證 什麼 就是蠻麻煩的 然後到了一個關卡的時候 他就會說 就是這張證監不信用 然後 就會 就是 會留在那裡 然後 他們 所以 也不像 文化 就是 像中東那樣子 然後 每個小孩子 就是都是 中東的文化 並不是中國的樣子 可是卻是 標語什麼的 就是也是那些 標語 就覺得很 所以那時候是在 喀喜的 左邊的位置 就是到帕米爾高嶺的位置 然後沿路上就有一些 什麼 什麼 然後落的 有 有湖嗎 就是沿路上都是那些什麼 就是很多 很多很漂亮的湖 然後後面就印照著那個帕米爾高原 有點像天空之徑的概念 天空之徑那種概念 真的嗎 他 我沒有 我到我開始就沒有去 就沒有再進去了 所以你有再更進去到帕米爾高原 這樣 有 有照片嗎 那時候 有照片嗎 對 那現在不是在直播嗎 所以那時候是在那個 喀喜的地方 他是 從哪裡到喀喜 我的出發路線跟他有一點不一樣 像我的話我是從 西寧開始 西寧是一個青海湖靠右的那個地方 是 我面對藝土山是一個靠右的起點 是 然後直接從西寧然後往下走 然後我在西寧我們待了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去還了整個青海湖 然後又回到西寧我才往下一站走 然後到掌葉到家喻館 然後再到敦煌 對 然後再進到新疆 我記得新疆第一個點是哈密 然後再來是 塗魯凡 土魯凡是在 在靠近哪裡 右邊 右下 對 看地圖的右下角 OK 在東邊下面 然後再來就是 烏龍複吉安 然後也是慢慢走 然後去一些點 然後進到喀喜 那我的最後一個點是在喀喜 OK 其實喀喜像他剛剛講的就是比較 蠻多小孩就是在路上 他是那種很可愛的街道很多 很多就是那種小巷街道 然後每個小孩看到就 哈囉哈囉 但是有一些比較小孩 比較成熟一點的小孩 他就會說 跟你要錢 跟你要錢 很多很多小孩 就是經濟狀況的關係 對 就是聖手就會跟你要錢 或是你拍照他就會跟你要錢 對 就是蠻多這種情況的 OK 那對喀喜的美食有什麼樣的想法 喀喜的美食 羊肉是很蠻厲害的 手褶子 手褶子 我們主要飯塔神骨耳乾的時候 主要飯是那種 它是那種燜一個大鍋子 然後把肉 生的肉放在那些飯 烏魯蜀 它就還有紅蘿蜀 然後馬尼 然後把那個肉燜熟 然後肉的味道就跑去飯 超好吃 超什麼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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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羊肉串的東西很紅 就是跟烏魯蜀一起比起來更道理 在喀喜吃的話 所以像吃這樣的 你說把飯 它是先把肉先放在飯裡面 用飯的熱度去燜 用手這樣 OK 這樣一餐 就是吃這個 羊肉 馬鈴薯 紅蘿蔔 這樣大概是多少錢 很便宜耶 10塊 10塊 最多就10塊 10塊 哇賽 這天堂了耶 就是4、50塊的台幣 一串羊肉串是兩塊 然後就很大塊 然後就很大塊 然後才兩塊 很誇張的 每次都是一大串 然後就很好吃 喔 我流口水了 哈哈哈 OK 喔 還有 那個 全雞 全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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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多的羊肉串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 他會直接在旁邊就殺羊 對 就是 你就看到一隻活生生的羊 然後就掉起來 這樣就是手這樣掉起來 然後下一隻 然後他就刮了 然後如果他們那個羊要殺你 很可怕 要上桌的話 就是他們 比喻賓客最高的那個 就是給你一個圈羊串 就是因為我最尊敬的 然後 然後 就是會有人才可以一起去 然後一直羊肉串 去到吃 就是真的就是羊在平面前 然後跪在那邊 跪在餐桌 就從一個活生生的 然後過來那 然後下一秒就在餐桌 這樣 而且他是完整的 跪在那邊 然後 就是一個最 很高的技能 對 對客人 OK 所以就在喀喜的地方 在新疆他們的那個 代客之道 是在烏魯木齊還是 整個新疆 整個新疆 這文化是他們在 OK 就有吃過這樣的餐了 我有吃過 我也吃過 真的 然後有時候會配 那叫什麼酒啊 麻奶酒吧 麻奶酒 哪個馬 馬就是那個馬 喔 馬奶 馬奶酒 我不太知道他怎麼做的 發酵很久 對對 發酵很久 奶味還好 但是 我是覺得馬好喝 但很容易醉 OK 我之前有去過一段 新疆座之教 之教就是所謂的 呃 怎麼講 自公 然後 我們那時候去那邊 那邊的小朋友 然後是國小 國小就已經拿一瓶上學 他們說會拿 麻奶酒 上學的 就是沒人